保佑者 小森 任身体 他在叫你 果然来不及了 拿着 去买东西吃 去逛街 在摩天人下面等我 三天的钱 在摩天人下面等我回来 如果小老鼠偷偷溜走 会被猫吃掉 知道吗 等我回来 好 这个 两个 我觉得 几下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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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辞职了 所以这两个礼拜需要交接 这段时间我就晚上再过来上班 为什么要辞职 我把这个拿去厨房 哦 对了 我知道我工作的时候常常失控 所以我们来签一个工作守则吧 第一 除非方黎花本人同意 公司或谈天气 绝不谈论其他话题 第二 除非方黎花本人同意 我只负责帮你煮咖啡 绝不趁煮咖啡的时候交流感情 第三 除非方黎花本人同意 除非方黎花本人同意 你拿着 我会和你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一次安全 虽然 这些都违背我真正的心意 但是为了在圆田事务所上班 我一定会尽力遵守的 珍珊 你不要这样子 我不 我怕这样 只是会让你受到伤害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受伤的 就算万一真的受伤 我也是心甘情愿 想要 belga 如果黎花 黎花 没有什么会比见不到你 对我的伤害更大 如果你是想乘着船 滑过月盒 跟他在月亮上相见 那我目的就是捂住你的耳朵 让你再也听不见月亮的呼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记试习 月娥家事务所要用我 将来我想也不会有事务所要我当建筑师 我在想像我这种没有任何才能的人 应该只能当老师吧 当老师这种工作应该最不需要天才了 说这种话谁告诉你啊 每一种专业都有它的价值 最近我好像更清楚地发现自己 什么都做不好 对于未来我也完全失去方向 主本 你不要急 实习的工作可以再找吗 你四处碰壁 说不定也是一个机会 让你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怎么能不急啊 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天才耶 我已经不相信我自己了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在做家具定做 说不定我可以介绍你到他那边去实习哦 老师你不要这么麻烦啦 没有用的 你不要气馁嘛 交给我来帮你处理 吃饱了 乖 我来洗碗吧 老师是要留给小玉的吗 对耶 小玉平常吃饭都跑第一个 现在都已经九点多了 那人跑哪里去啊 你不接电话啊 奇怪 老师小玉没带手机啦 没带手机 什么 天哪 该不会被绑架了吧 对 什么 报警 爸 报警要打几号 老师你这样子警察应该不会理你吧 哼 什么 哼 小雄 没有人了 怎么会没有人了 好 主板 想到什么 人不在 手机在 我知道了 主板 想到什么 人不在 手机在 知道了 你现在带我进去 万一小时下破胆 你不是要把胆还给他 先生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什么规定啊 你根本就是不想帮我嘛 我已经通知夜班主管了 就我们等着主管来 才决定好不好 我自己想办法 等我找到他 看我怎么去公司通诉你 每一个小时 二十 πα 两天 向左向右向前走 我们低头拉着手 勾勾搂喽不害羞